9月1日是全国各级学校的开学日 在桃园中立区华勋国小 校方特别安排老师们 扮成动漫鬼灭之刃的角色 并请高年级学长姐用毛线 与学弟妹保持距离走进学校 受限于防御措施 国小一年级新生家长们 只能目送孩子进入校园 无法陪伴孩子一同走到教室 让他们不免感到遗憾 也表示为此在家 先帮孩子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 并没有累杂笑门 今天第一天送女儿来上学没办法 送到教室会不会有点紧张 会啊 妈妈比小朋友还紧张 担心她找不到班级 刚上学校会不会很紧张 当然还是比较希望可以 有机会可以进教室 就是第一天陪她一起 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也没办法 而在桃园龟山区文新国小 校方则安排了录影团队 捕捉一年级新生们在校情况 并将影片寄送给家长 让家长们不错过孩子 熟日小学生活 孩子进到校园里面的时候 能够让家长能够了解孩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有安排了录影的团队 让孩子进到校园以及老师 如何照顾新生在教室里的第一画面 都会传送给家长 希望她在学校可以过得很开心 然后跟老师还有同学都相处得很好 希望她感到兴奋而开心 加油你可以的 在疫情警戒尚未解除下开学 尽管有着先许不放心 但牺牲家长们也只期盼孩子们 能在充足的防护之下 迎接开心的校园生活 记得刘雨婷 桃园报导